接下来是在乡镇市定期大会的部分 预理政代会定期大会由镇长蔡秋龙 以及各科市主管来进行实证报告以及业务报告 而镇长蔡秋龙就表示 对于基础建设持续来提报建设计划来争取经费 推动环境改善计划 提升各里基础建设 大力辟建公共工程的设施 预政代表会定期大会第一天 由镇长蔡秋龙以及各科市主管进行实证报告以及业务报告 蔡秋龙表示 对于基础建设持续提报建设计划争取经费 推动环境改善计划 提升各里基础建设 大力新聘公共设施 一里镇光复路道路改善工程2760万 二、一里镇持各山金森花园联络道路改善计划二起 2410万 一里镇活络艺文中心灾造计划 一千八百一十万 一里镇193公共音色青年移住 活化计划两千万 一里镇自强路 玄街新兴街新屁道路计划六千两百万 一里镇中山路共广 沟整合工程八千一百六十万 一里镇前广场改善计划一千七百二十万 一里镇打开部落文化聚会所三千零四十九万两千元 九一里镇市区道路以及排水改善工程计划一千七百万 原规台风各项灾后附建工程提报金额约一亿七千万 在地方发展的层面 推动社区的事务 推广运动风气 推展客家文化 在农业的部分 强化玉里农产品的品牌 建构多元粮食的安全机制 鼓励产地地消的模式 改善从农环境 在原住民族的文化领域当中 维护族人的土地权益 推动语言振兴工作 争取族人用地以及活动园区的权益 环保卫生的方面 环境优美 因应疫情持续清洁消毒 加强公募管理以及清查 而在对于基础建设 进行推动环境改善计划 提升个里的基础建设 大力新辟公共设施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